2022年11月13號 醫師節慈院醫師獲獎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 全國聯合會 第75屆醫師節大會 華聯慈院院長林新榮 及大陵慈院失智症中心主任 曹問榮 獲頒台灣醫療典範獎 失智家庭 每個家庭就是一個災區 那我們到家裡去關懷他們 找出照顧失智的方法 我會繼續努力 在偏鄉的地方 用一些新的科技 各種團隊的醫療 今天我雖然是個人得獎 其實是代表醫院 從庭師後山醫療品質 到總入社區守護失智長輩外 本身患有小兒麻痺症 華聯慈院附近醫學部主任梁中兆 因長期投入兒童早期療癒 同一天獲得張榮發基金會 第二十六屆 神情障礙楷模獎 精英獎殊柔 我會從台北來到花東 我自己覺得獅比獸更有福 之後我也願意繼續 持續以人為本 以病為師 傳承醫療人文典範 2015年11月13號 委內瑞拉回收激貧 會在南美洲的委內瑞拉 本是石油出口大國 經濟富裕 但卻因政治動蕩不安 通貨膨脹嚴重 2015年開始 經濟環境急劇惡化 大量外資撤離 廣東華人吳染云 效法在美國做慈濟的妹妹 堅持留在當地 祭貧扶弱 從今至開始向店家收取回收物 推動環保也募集善款 發放的對象 從社區的貧戶 擴大到學校和療養院 成為慈濟 所以在委內瑞拉的第一顆種子 2017年回到台灣參加培訓 跟師姐回來台灣見上人 感恩上人 被這個名譽我做慈濟 相隔一年在回台受鎮 已經很會說華文 每一個人說我不懂 我聽得懂商人 我感受到商人所有的話 先生也從原本的反對 到全新投入 我當時反對 時間長了 我就感受到原來做手機 是那麼棒 三個孩子也都全力支持 一家人以善為寶 2003年11月13號 首次大量傷患救護演習 在河寬山小峰口舉行 由花蓮茨基院承辦 建構迅速有效率的 山難救護網 就是未已籌謀 來自訂一個SOP 2008年 花蓮茨院已經承接EOC 東區緊急醫療應變中心 演習複雜救難程序 除了出動直升機 專業的醫療與救難人員外 還有此日志工 更加真實模擬山難情況 防患於未然 防患於未然 不相當彈性的 不可欠 不足 未能 未能 未能